背负全国人民希望的东条 直到死亡的最后一刻 都还在想着拯救他的子民 大家好,我是牧春 审判结束以后 大家回到财求学院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寄望说大家先回去休息吧 拳太呆呆地看着天空 低声说 即使发生了这么残酷的事情 天上的星星还是那么好看 尽管他们似乎变得有些遥远 王马说 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个骗子 其实同学们当中有一个真正的骗子 那就是春川 他是被星威胁 才把动机影片给星看的 而星威胁春川的筹码 便是得知了春川的真实身份 春川一把捏住王马的脖子 王马说 你想当着大家的面 展示你的才能吗 超高终极的刺客 春川小姐 此时电视机里的画面 正好是陨石冲向地球 还挺应景的 次日早上 大家来到春川的研究室 这里到处都是武器 原来星手里的动机影片正是春川的 这就可以解释星找春川的原因了 此时黑白熊又出现了 这次他带来的奖励是黄金锤 魔法钥匙和一鹤卷轴 熊仔们特意提醒 回忆灯就在某个地方 百田实在不相信春川会杀人 他一定要证明春川的清白 罪元来到旁边的一扇大门前 把魔法钥匙相入其中 随着一道光大门开启 顺着楼梯 罪元一行来到四楼 这里地上是老式的木制地板 到处都是白布 充满阴森恐怖的氛围 罪元来到走廊左边的房间 这里除了墙上微弱的烛光 其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旁边还有两间一样的房子 罪元继续朝前走 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颇具艺术气息的大门 罪元刚想推开房门 王马出现了 他说这里上锁了 进不去 走廊的另外一头有后门 也是一样 那两扇门都锁上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进去了呢 当然不是 咔嚓 原来王马有溜门撬锁的绝技 此时安琪从里边出来了 他热情地邀请两人进入房间 这里艺术气息浓郁 还有很多蜡像 但罪元还是没明白 为什么这间超高中级的研究室会上锁呢 熊仔们出来打矣了 他们说因为艺术创作需要安静 所以才特意为安琪的房间上了门锁 黑白芬妮说 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的爱好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所以按照安琪的喜好建造了这间研究室 还有这把钥匙请拿好了 如果丢了就没有办法从外面开门了 话音刚落 钥匙被黑白蛋抢走了 他还说为了防止有人做坏事 钥匙我就没收了 收完熊仔们就离开了 安琪说你们不用担心 只有我在里面创作的时候才会上锁 反正我们不用多想什么 安心在这里待着就好了 罪元发现后门和前门不太一样 后门是滑动门锁 前门则是圆筒锁 离开安琪的实验室后 罪元来到走廊的另外一头 这里是真空寺的超高中级民俗研究室 真空寺说 这里的资料非常齐全 齐全到怀疑人生 居然还有失落200年的龙犬村 真空寺继续说 这可是一本奇书啊 里面记载了村民使用独特咒术和咒语的事迹 当时的领主就是因为畏惧这股神秘的力量 才会下令灭掉这个村子 当年村里唯一幸存的少女 用毕生的心血才完成了这本书 罪元在橱窗里看到了狗木像 在狗木像的下面有一块白布和巨型铁笼 此外柜子里还有一把秀气斑斑的黄金武士刀 罪元刚想离开就被真空寺叫住了 他神叨叨的问罪元 想不想听听死者的话 他说书中有一个叫龙中之子的降灵术 就可以实现 那狗木像和铁龙就是施斩降灵术的道具 罪元说那还是算了吧 自己对这种怪力乱神没有兴趣 说完便离开了 罪元来到中庭 在院子里有一个狐狸面孔的雕像 罪元把一鹤圈轴放入其中 则是从地底冒出一个建筑 罪元来到屋内 这里是茶柱的研究室 旁边的茶柱兴奋的叫了起来 这下有地方训练了 孟爷也替茶柱感到高兴 看着两人异样的眼神 罪元逃一样的离开了这里 途中 罪元遇到了黑白熊 他亲自来给罪元开地图了 在画的后面有一条暗道 穿过小道 罪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眼前是从未见过的巨大机器 此时熊仔们又出现了 他们解释道 这是台了不起的电脑 可以用来创造新世界 不过具体流程什么的 需要你们自己探索 罪元对电脑一窍不通 这恐怕要麻烦入肩了 刚准备离开时 在电脑旁边意外的发现了回忆灯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时王马刚好来找罪元 他看到罪元手上的回忆灯 赶忙通知大家去餐厅集合 大家来到餐厅 王马说大家可以放心 他并没有通知春川和百田 罪元告诉陆间 四楼有一台奇怪的电脑 需要他调查一下 陆间愉快地答应了 说话间 百田和春川不请自来 大家很诧异 毕竟春川是刺客 他在大家中间会让大家没有安全感 百田说自己不认为 这么温柔的女孩子会杀人 自己会证明给大家看 激望说春川真的杀过人吗 春川回答得很爽快 是的 如果大家知道 我是超高中级的刺客 就会像现在这样怕我 终有一天恐惧会变成敌意 那就一定会出现 想在自己被杀之前 先杀死我的人 百田说不要把刺客和杀人魔 混为一谈 即使春川真的杀过人 那也可能是被逼无奈 春川说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 那我以后尽量不和大家碰面 不过我先说好 我没打算要杀任何人 前提是你们也没有打算杀我 说完便离开了 王马说 现在杀人魔走了 那就开始试试回忆灯吧 罪员在大家的注视下 打开了回忆灯 顿时亦是一片空白 为什么大家会看到自己的葬礼 难道大家都死了吗 王马说真是晦气 照了回忆灯 什么都没记起来 还看到了大家的遗像 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真的很影响心情 同学们带着疑问 离开餐厅 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 第二天早上 熊仔们通知大家去体育馆集合 全太告诉大家 自己又有新发现 此时熊仔们出现了 这次他们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动机 那就是转校生 这转校生 就是让之前死亡的四个同学当中 复活一个 众人十分惊讶 复活以死之人 这怎么可能 小熊梦继续说 死者复活 都写在这本 失者之书上了 只需要按照上面的步骤进行 就可以让一名死者复活 但只能一名 被复活的同学和大家一样 继续参加游戏 所以就算复活了之后 马上被杀害 也是符合规则的哦 同学们表示难以置信 真公司却说 其实这种复活是存在的 它起源于皇前归凡仪式 算是一种葬仪 安琪说 我觉得与其说死者复活 倒不如说是让死了的人回来 会不会他们其实没有死呢 罪员说 我们调查过尸体啊 那都是真的 全态说 那是不是大家都还活着 而且就在学校的某个地方 那中庭的涂鸦 会不会就是他们写的 这世界是马的 就是死者留给我们的讯息 白云仿说 全态好厉害啊 要不也加入学生会吧 有全态在 我们会更有安全感 罪员不解 学生会是什么 姬旺解释说 其实昨天晚上 安琪有找过大家 商量怎么杜绝自相残杀 梦也补充道 昨晚安琪找了我 姬旺 查柱和白银 我们就是财球学院 学生会 会长则是安琪 我们要建立一个 没有自相残杀的财球学院 安琪说 刚刚大家说的死者复活 就交给我们学生会吧 罪员想这个时候 白田每次都要说点什么 那为什么这次这么安静呢 一天又过去了 罪员的门铃响起 来者是春川 春川说白田的身体不舒服 今晚就我们两个人一起锻炼 罪员说 白田的身体没什么事吧 春川说能有什么事 估计就是想偷懒而已 来到中庭的罪员和春川 开始了运动 期间 春川问罪员 为什么这么听白田的话 侦探好像对体能 没什么要求吧 罪员说 他从未见过 凡事都像白田这么拼命的人 他很崇拜白田 回到校舍的罪员 在这里遇到了学生会的安琪他们 安琪说 以后夜间禁止外出 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毕竟这天东条的凶案 就是发生在夜间 春川说 这和限制他人自由 有什么区别 查柱说 大家都很害怕春川同学 希望你可以留意自己的行为 而且也是为了维护校园和平 第二天早上 罪员刚踏进餐厅 就听到百田在怒吼 原来学生会擅自封锁了地下道入口 罪员不理解学生会为什么要这么做 安琪解释道 这样大家就可以安心留下来了 就不会想着怎么出去 那也就不会有自相残杀了 学生会的人继续说 入监昨晚一直待在计算机房间 春川和罪员也是入夜好久才回到个人房间 大家这样作息对身体可不好啊 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 入夜以后除了学生会以外的人禁止外出 这里衣食住行什么都有 还有这么多小伙伴 没有必要想着离开 同学们意见很大 双方争执不下 这时熊仔们来打圆场了 他们给大家带来了回忆灯 说可以让大家感情更好一些 但安琪突然抢过回忆灯 一脚踏上去 回忆灯报废了 安琪说 学生会决定 以后大家不能再使用回忆灯 对于现在的我们 财球学院就是我们的全世界 同学们无法接受 安琪完全没有理会罪员他们 继续说 关于死者复活 学生会决定让天海复活 因为他没有杀过人 而且也没有看过动机影片 安琪说 既然要复活 现在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说完便带着学生会的人离开了 王马说 现在我们六对六 而且我们这里有春川 他一定很厉害 可以利落地干掉学生会的人 罪员说 以暴制暴 不是好办法 到了晚上 春川和罪员来到中庭锻炼 身后传来查住的声音 但他这次并不是代表学生会来的 相反他希望罪员他们 可以去阻止安琪的行动 因为他不敢忤逆安琪 罪员他们跟着查住 一起来到安琪的研究室外 但是门是锁起来的 罪员记得安琪之前说过 只有安琪在里面的时候 门才会锁上 春川试着打开门 查住说不用 安琪说过 只要有学生会的人叫门 安琪就会开门 说完查住便叫了起来 安琪把门打开了 罪员他们进入研究室后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天海 新龙马 东条 赤松竟然在这里 安琪说很像吧 他们其实是蜡像人偶 他是按照《诗者之书》的指示做的 书中记载 复活仪式需要用到死者的人偶 罪员说 希望安琪可以慎重考虑一下这件事 他们毕竟是真的死了 以死之人是不可能复活的 安琪说 如果他们真的死了 那真正的死者就会复活 这是神明给自己的指示 说完便把罪员等人赶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 川川和百田来叫罪员 一起去阻止安琪 三人再次来到安琪的研究室 在门口遇到了孟爷 孟爷说 自己因为担心安琪才来这里 不过自己叫了半天的门 安琪都没有开 罪员担心里面会有什么情况 但问题是 怎么进去呢 此时王马来了 他三两下就把门打开了 但大家看到的并不是复活的天海 而是倒在血泊之中的安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